行 我 我不要炒菜 我给你做点吃的 我不想吃 我什么都不想吃 不想吃 那 我也什么都想吃 我饿着呢 我 那咱们就什么都做点 我去帮你做面条 我给你做菜粥 我给你做菜粥 好 好 好 来来来 行了 你不要在这儿了 我一个人就够了 可以了 我去做面条 我 我做菜粥 你等会儿啊 马上就得 干什么 我来 我洗菜还不行吗 行行行 你洗你洗 那就跟你做制作这个家似的 明天人家就喜欢 要喝这个青菜粥 你还剁什么热汤面 谁说的 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她是我老婆 你多久都没回来了 很多事情都变了 换换换换 青菜粥 你知的面条在哪儿放着吗 放冰箱了 常来啊 我告诉你吧 她病了 就爱喝青菜粥 不吃什么青菜粥 知道吗 你们炒什么叫 你了解 干吗呀 她这刚睡着就给你炒醒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说你呢 说你呢 你是不是病了 就爱喝这个青菜粥 你看她还做什么 什么面子去 你刚才跟我说 想吃青菜面的嘛 对不对 她是我老婆 你了解她还是我了解她 你都多久没回来了 行了 别说 她病了就喝这青菜粥 她的头都大了 太好解决了 都做 听见没有 都做 都做 快点 我跟你废话 从现在开始 我不说话了 看谁做得快 别牵着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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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人吧 来 出来 你还别说 还真睡着了一会儿 是吧 真好 好像还做了一个小梦 真没记住梦什么 那好 没记住好 顺便吃点好 对 吃面吧 这是你 你做的 我做的 我还加了个蛋 来 这 这是你的 对对对 来 先喝这个 行 说实话一点食欲都没有 多少吃一口 来 我先吃 吃 吃 你先 我那也吃 我俩都吃 你放着行吗 好 好 好 咸菜呢 你看看 这咸菜 我不是整的白沙沙的 真是 你不怕下咽呢 你怎么这么吃吗 小医生吃 这咸菜 白的 你瞅瞅 这就是 你看看 你这个清汤面 咋不放酱油啊 你那也没啥啊 我 我 我 咸菜 行 你不是病了吗 你这没法吃 吃点蛋的 将军两天 将军 我跟你说我都吃不下去 别 别 别 我喂你 我喂你 来 不 不 不是啊 我只要一想 你那诗文娟那个嘴脸 我就生气 你说 你说他为什么要冤枉我呢 我看你去 我是好心好意的 被大干拨什么的 他咱们往门口坐的 用大字包又什么的 是是 他怎么缺德呢 我跟你说真缺德 你说你找什么玩意儿啊你 这 随文娟 这 随文娟 太缺德了 你 你先这儿 回头我再收拾他 来 我喂喂你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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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我 我不饿 你真是 来 我喂你 我接着点吃 你这 不用喂你放的吧你 行行 你回家喂他去你 这 你看 喂 这 这受不了你 你都已经得逞了 你不要好好享受 你的劳动成果呗 他除了还祸害人 你看你说的什么 让老李听着 这 多少吃一点 对 真好 对对对 别生气 别生气 真的我跟你说 他太过分了 是 不是 也就是你 这谁受得了啊 你不要跟这种人生气了 你别听我加醋了 你咋能不吃 这吃就行了 你妈妈 让不让我吃了 给我点吃 东西 闭嘴 什么天啊 吓死我了 别怕 别怕 老公 只是打雷而已 我不怕谁怕了 我怕你害怕 老婆 我跟你说 嗯 你说啊 现在那些读者 那些粉丝 是不是都是脑残 为什么 我明明写的是 盗墓恐怖动作 悬疑的小说 那么好看这个东西 他们竟然说 是一个喜剧小说 你说可笑不可笑 老公 你想听实话吗 当然想啊 那我说了 说吧 你想啊 想写出点好的东西 怎么说也得有亲身经历吧 你说你每天在家这样窝着 能写出什么太好的东西 我能有什么亲身经历 所以我跟你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好吗 在我以前还在做护士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医院转来了一个白血病患儿 他妈妈每天在玻璃窗那天天陪他聊天天天来看他 这不是一个母子动人的那种村人类下的故事 这只是小部分别着急 那行你说 听我说啊 我听 有天晚上我职业班 经过那间屋子的时候 我看见他妈妈还在没走 我就去问他 阿姨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他说 我觉得我们这孩子是治不了了 我想转院 那你要转院也要等到第二天医生都上班了吧 是吧 第二天早上 孩子他爸来了 我见他爸爸就问了 你是不是想转院呢 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就告诉他了 我说昨天晚上他妈妈告诉我了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孩子他爸爸 嘴巴张那么大 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把我给吓了 什么话 他说 我老婆昨天下午 再去医院的路上 出车祸 到处就死 你别闹了 我老婆昨天下午 谁啊 老公 我会怕 你 你去看 我看 你看 你看 你一个大男人 你去看 快去啊 我去 我去 好 老公 别怕 别踢软 好 救命啊 给我 我 你救我 怎么搞的呀 怎么回事啊 好像 Flowers 老公 冷藏 冷藏 醒醒啊 我冻开 醒醒 醒醒 住院了 您非要放任他出去 他没生活经验 连朱利亚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他还照顾他 你说你 你这烧刚好他又烧了 你要再也不管他 你这儿儿子烧坏了脑子 别指着我能救他 那赶紧走吧 你去哪儿啊 医院呢 对不起 我再也不吓你了 偷偷 怎么办呢 妈 怎么搞的呀 怎么弄得我儿子还发烧了呢 我是想帮他 帮他 帮什么呀 不怪他 你发烧了怪我行吗 不怪你怪谁呀 怎么照顾他呀 不怪艳艳 怪我自己 这两个太不省心了 太不省心了 妈 这会儿真的叫妈了 早干嘛去了 不挺有本事的嘛 知道妈好了是吧 嗯 不行 那个回家吧跟我 嗯 在这儿你说 你这吃不好睡不好的 那朱利亚去跟那个 刘医生呢 能不能直接出院了 好难受 难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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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吃饭了 你给吃了 你咋我吃了 做那小锅饭 全你人吃了 妈跟你说啊 你做的饭真的太好吃 太好吃 这个菜呀真的是 哎 我都吃 吃不过 那还往外跑 不怕了 我跟你说你拿着棍子 赶我我也不怕了 赖着你呢 觉得我挺荣幸是吧 我荣幸 哎老公你吃快吃 啊 嗯 嗯 嗯 那我这个 干嘛傻笑 你说 你说 陈佳佳这 算结婚了吗 什么叫算呢 就是结婚了呀 只要领了证 在法律上 那就是夫妻了 那理是这个理 但是缺少一个形式 嗯 您说啊 你还能长这么算 打扮打扮 穿上礼服 啊 叔叔 那您 儿媳妇又这么漂亮 穿上婚纱衣服也真是 你郎才女貌 多般配啊 就是啊 妈 你也是女人 你知道的 每个女人心里 都有一场 完美的婚礼 嗯 你想 白色的婚纱 红色的地毯 我知道妈啊 那个办婚礼 确实特别糟 特别累 而且和所谓的事情 太多了 但是您放心 我身边那几个哥们 全结婚了 他们会把我这些事情 全都料理 其他的我们都自己搞定 最重要的是妈 办活你挣钱啊 你一直以来 放长线钓大鱼 你看每个人结婚 您帮了多少红帮 您人缘多少呀 街坊四铃 还有您的朋友 只要您说一声 您儿子结婚了 谁不来呀 这大把大把 分子钱就全回来了呀 就是 你说股票还有风险呢 这婚礼是 没有风险 零风险 对 是包专不赔的 嗯 综上呢 所说 这一个婚礼呢 还是得办 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别不说话 今天俩说得挺痛快呀 一唱一和的 配合得相当默契 嗯 但是告诉你们啊 嗯 这个事跟你们没关系 虽然是你俩结婚 但是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现在当务之急的是什么 赶紧把碗捡了 好 好 初略啊 那晚晚发了 走 哦 我说我说 然后把地再拖一下 啊 那你洗碗我来拖地 你拖地 那是洗完碗以后 把地给拖了 知道吗 好 我 都都我干 嗯 来来来 就你们俩这一天 好吃懒做的 还想要婚礼 一切看你们表现 快点啊 朱莉啊 来了来了来了 赶紧收了 来了来了 姐 来来来 快点 干吗呀 这是 姐 你太漂亮了 你们都已经闪到我眼睛了 真是 就是 又有什么事啊 帮我跟妈说说吧 你说领结婚证的事 已经过去了 我们俩就想办一个 风风光光的婚礼 你说一个大姑娘进咱们家 得名为证据是不是 对吧 那你爸呀 不是 妈不同意啊 我跟妈嘴巴收干了 她就是不同意 所以现在只能你出马了 就是啊 姐 你也是女人 你知道每个姑娘 都想要一个完美的婚礼是吧 帮我说说吧 嗯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我尽力吧 暂时我也不一定 保证能说得通 没问题 走 哎 你先别追着我 我约了人 我赶时间 我回来再说 好吧 那 那你回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啊 哎呀 哎呀 缓紧的呀 吃早餐了怎么 啊 吃吃吃吃 哎呦喂 妈 我进去吃啊 我也进去了 妈 我不吃了 我约了人 不吃早餐 我约人在咖啡厅吃啊 大早晨去咖啡厅约谁啊 约我们同事啊 该约的 那我走了 不是 去哪个咖啡厅啊 五只猫 我知道你最爱去这个咖啡馆 我走了啊 来不及了 嗯 李尚啊 你好 我是你花姨 哎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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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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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约了你同事吗 我 你怎么知道啊 我跟他说 呃 我要向你求婚 他就走了 你神经病啊 我说真的 你看 我 我戒指都买好了 我跟你说第一 我不喜欢你的东西 第二 我最讨厌人家监视我 我再警告你 离我远一点 别再跟着我 回来了 那五只猫不错是吧 我就觉得那个咖啡馆 环境特别好 跟你上谈的好吗 您怎么知道他去了 猜的 我有千里眼 您猜得真准 是您告诉他的吧 妈 我是真不喜欢人 天天这么盯着我监视我 您要不想让我 跟李尚连朋友都没得做 以后这种事就别再干了 好吗 我也跟你说 我也不喜欢你整天这个态度 弄得我就跟孙子似的 你 不说吧 忍不住 说了吧 你就总的这个态度 我跟你说吧 娜娜 有时候我心里我 特别难受 冤家真的 养儿女都是冤家 行了妈 不说我的事了啊 人静波那婚礼 你到底给不给人办了 办哪 谁说不办了 那就说气话 儿子一辈子这么大的事 哪能不办呢 再说了 这么多年随了多少份子 还不趁机正回来 娜娜 妈还想跟你说啊 你别跟我说了 你还是赶紧招紧办婚礼吧 只要你忙着办婚礼了 我的事啊 你也就可以不管了 你放心 我再忙 我也有空管你的事 因为这是我当妈的应尽的责任 好 好 你请 欢迎光临 这么巧 周恩在这儿等我呢 你来干吗 我来参加婚礼啊 阿姨亲自给我发了请柬 再说 未来小舅子结婚 我这当姐夫的 怎么可能不来 干吗呀 谁是你姐夫 你是谁姐夫啊 金波结婚 你是她姐夫 我她姐夫呀 拿着 我跟你说过了 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我没打扰你生活 是阿姨请我过来的 我是客人了 好吗 金娜 今天你特别漂亮 对了跟你说个事 做你朋友吧 真的 比鑽石还真 比鑽石还真 我心里有人吗 没关系啊 我可以等啊 我也可以给你时间 你知道有一天 把你心里的那个人 进出去 对不起 稍等一会儿 马上就开始啊 随便 随便 吃好喝好啊 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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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便 自便啊 好 谢谢 方黎 欢迎光临 恭喜啊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那个画都挂好了吧 挂好了 其实你在北京买的房子 花枝脚都跟我说了 是吗 有时间 过来坐坐 好 谢谢 谢谢 现在还有点时间 要不然咱们聊两块钱呢 我跟你好像没什么可谈的吧 不能这么说呀 你现在喜欢的那个她 是我孩子们的妈 所以有些话 我得叮嘱你一下 我问问你啊 你对花枝窍 到底什么意思 你是想圆圆自己年轻时候的梦 还是你真的想娶她 今天这个场合 好像不太适合说这个吧 有什么不适合她呀 咱们都是男人 你说实话 无可奉告 还无可奉告 我告诉你啊 以这态度 就是没有诚意 你要是对花枝窍没诚意 你就别招她 招了她 你还就得负责 我跟你说 你要是敢伤害她 那我对你不客气 这句话好像你说反了吧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花花 伤害她的人 好像是你吧 行行行 我不跟你多说了 反正我就告诉你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盯着你 做什么事之前 你就想清楚了 放规矩一点 不然的话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花姨 花姨 恭喜恭喜 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来晚了 没有 不晚不晚 阿姨 你今天 好漂亮 还行 这有人风起去金身霜 对了 这 那个 你觉没觉得 这有点眼熟啊 李少 你看看 她能把你名字说下来 生意 印象太深了 那个 金娜的顶头上司 就你住院的时候 那个 方姐姐 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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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得谢谢你们 就是当时我在医院的时候 特别好好照顾我们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添麻烦了 添麻烦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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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 爷 我能给帮你们做点什么 就需要坐呢 行 就坐那坐就行了 好 那边去 对 好 那行 方主任那你先 快去坐 快去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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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过去 哎 快去快去 这孩子多好 你说好不好 多懂事啊 你啥意思啊 我就问你她好不好 你这是 跟金娜是不是啊 跟金娜好了是吗 好了就好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她对金娜特别特别有意思 可是金娜呢 多好 不来店啊 人家总是上赶的 她就这种是腿腿 急死我了 她想想呢 多好的条件 人家个儿这什么样什么 这 是啊 而且父母权在外地 不是外地 是国外 结了婚就没有婆媳的事 是不是 在国外 这不 这不金娜以后 对 就多好 而且 而且 而且开什么4S店呢 这么好几个公司 哎呀 还有钱 人又好又有钱 又没结过婚 你说 你说哪样哪样 你说 那金娜想啥 那这么好的条件 所以 你得帮我呀 你看 要跟金娜的面前 就是得太好 我要到单位 就天天跟她说 我见着什么 你上多好人 你这 是吧 你特别好 你别 没法比 行了 行了 就这么着 我跟你讲 成不成就再 再比了 也不成我就找你损账 我压力大了 行了 行了 快去坐 快去坐 好 谢谢 我看你了 你不成功 我看你了 你不成功 你不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气死我了 你看 咱们主场啊 你看他洋味的 好像谈了什么 大姐的事 你别记脚账 我跟你去结账 行行行行 经理 金波的婚礼结箱账 您这边已经有人结过了呀 不 不会是庆账吧 他妈跟你结账 怎么想的 不是谁结的 看看那个签名 不就知道了吗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你看 他过了 单不用管了 我已经买过了 这 这怎么合适呢 你怎么能给结账呢 这不合适啊这 那个金波结婚这么大事 我也没帮什么忙 你就让我出点力 不 不 不 董 这 这位是 对了 不是 我跟你说过的 李尚 对咱吉娜特别好 那个男孩 你好 你好 对 这个 这个你咱爸妈 叔叔刚才一直没机会 跟你打招呼 我也李尚 好好好 好 那个 不管怎么说 我儿子的婚礼 理应是我付账 对 这你就不能 叔叔 这我 我尽一份心意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那那也不行 一码归一码 这钱绝不能你出 不不不 都是一码事 叔叔 阿姨 你听我说是这样的 金娜呢 一直不太喜欢 我老拿钱说事 但是我保证 我绝对没有一点 不好的意思 我就是真的不知道 除了花钱还能做点什么 表示我对金娜 对咱们这个家的一份心意 所以就特别得麻烦你们 千万千万别告 咱们那帮我保守这段秘密 那也不行 没事 没事 这样的那个 你们先忙着 正好我有事 然后改天再单独请你们吃饭 不是 叔叔 再见 不是 不行啊 小伙子 你别跑啊 真是不行 这 这钱咱们不能让她出 我也没想让她出啊 这都主动的 没事 你现在 你说什么没用了 都是那个刷卡的 你现在就是退 不是一下子就能退出来的 这个咱们下 下边再说 要不这样 这钱都在这里边呢 你 你转给她 礼商要不要咱们单说 反正当父亲的责任 我肯定不会推脱 你给我啊 对 你 你转叫礼商好吧 那个 还是这样啊 今天表演挺好的 所以在儿子婚礼上 尽职尽责的 然后还 是吧 你干一下 所以呢 我想这样 一会儿呢 客人都散了之后 那两亲姐再坐一下 再聊一下啊 然后你记住啊 咱俩就拼命地说礼商的好话 亲眼看了 这小伙子多好 多用眼睛见 多会来事啊 好不好 对 所以你看我的眼色 就配合了 就这么成了 这小伙子 爸妈 你今天一直看你们 跑上跑下的特别辛苦 真的辛苦你们了 辛苦了 这个 苏莉啊 喂 俊波啊 今天是你们两个 大喜的日子啊 我跟你妈妈 送给你一份这个 新婚贺礼 钱不多 只有二十万 你们去买车也好 去搞创业也好 都行 只要你们开心 好好地过日子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也挺放心的 好吧 来 不是不是不是 爸这 这个钱 我真的不能要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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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能拿的呀 谢谢爸爸 你这个小财 你给我珍惜 那个爸妈 从今天起 你们就放心吧 那个亚亚呢 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 我们两个 辛辛苦苦 把朱莉啊养得这么大哦 今天她就成婚了 我们把朱莉亚 嫁到你们金家来哦 也没有想过 要让她怎么样了 女儿大了不中流嘛 对吧 我和她爸爸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求的了 我们就希望 二位父母啊 还有金波啊 对朱莉亚呢 能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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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对金娜那样 就可以的啦 放心吧 朱莉亚妈妈 我保证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你们朱莉亚培养的 跟我们金娜一样 勤快能干和懂事 朱莉亚现在 就是和金娜一样 她就是我们的女儿 你把这个拿起来 真够沉的啊 对 我跟你说啊 金波 朱莉亚 你这里边啊 不是简单的红包啊 这都是大家 对你们的一片心意 所以这些红包 该存呢 还是该怎么样 到时候你们自己 商量着来 行啊 妈 我知道了啊 放心吧 还有啊 这个 这钱呢我不能拿 亚亚 以后呢 这个家里面呢 你做主 所有钱你都 女儿当家 我不管钱 这孩子 你说这养的儿子 有什么用呢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弄个气管炎 挺好的 早知道结婚这么有钱 我早结婚了 哎呦 傻丫头 不过爸妈 我跟你说个事 那个我们俩呢 有个打算就是说 我们搞个蜜月旅行 对 我们准备去马尔代夫 然后玩几天以后 再去巴厘的 刚结婚就读蜜月去就 对对就让他们疯狂一次 是啊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对 就是 好 好 好 是 好 好 支持 支持你 我可以找人给你们设计行程 保证到时候又便宜又好玩 哎呦 你看看 谢谢姐了 姐我跟你说 真的家有一姐 如有一宝 体现出来了吗 那你也看是谁家的姐 你这你姐是神通广大 别人家姐行吗 是是是 哎呀这个说到这儿吧 我这又欠了 这你看这咱儿子都结婚了 是吧 当弟弟的都结婚了 这当姐的呢 所以说金娜赶紧的就不能再拖了 妈您说什么呢 不是 对妈说 李尚 多好的人哪 这个你爸也见 也 也见了 都觉得特别的好 这方方面面 简直是 妈 对 对 刚才我们都见了李尚 懂事又有礼貌 这长大还挺帅的 试着教了教啊 已经有钱了 你俩干嘛呢 你这父女两个一天就这样 我们家这可热闹了 行了妈 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负责 您照顾好您自己就行了 我自己照顾得好着呢 亲家你看见没啊 这当父母的就这样 真的说啥爱不爱听 咱也不能不说 不是了啦 我跟你讲啊 天下父母都一样的啦 可怜天下父母心 是是是是 来来来干杯 干杯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 干杯 好 东西东西啊 好 老婆 老婆 你舒服吗 舒服 很舒服 那你就赶紧去洗澡吧 老公 这衣服好看吗 好看 特别好看 是吧 那就像天仙一样 叫门 叫门 新婚之夜 怎么还不早点睡 想睡你就进来了呀 这一天了也没怎么吃东西 喝点粥吧 谢谢姐 看见没有 好好学我姐怎么照顾我 我们猫学 走了 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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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姐姐姐 干吗呀 我有事找你 你今天不是说 有人可以给我们制定 什么蜜月蜜月旅行 可以打折吗 谁嘛 快说 无所谓呀 她不是在旅行社工作吗 那也行 那你替我们打一电话呗 我要去巴厘岛 我要住海边大号司 我要学潜水 你不是还说马尔戴尔夫吗 你让姐打个电话 那个多打点折 对 打折 打折 那行 我把她电话给你吧 你跟她联系 我跟她不熟 你还是替我打吧 你又不是不认识她 我把她公司地址告诉你 你自己找她去吧 行 吃完早点睡 你早点睡吧 姐 谢谢姐 呵呵 好吃 吃什么吃 来来来 你扯到我脚了 你扯到我脚了 你疼啊 来来来 库有网 靠谱啊 谁知高 无所谓 正好 金娜让我来找你的 我要定个蜜月旅行 这是我老公 也是金娜的弟弟 你好 金伯 你好 无所谓 老公 你在这儿随便看看 金娜有两句话 让我跟她说 行 那你说吧 好的 田田 你给金先生介绍一下 我们的蜜月套餐 好 我们回去试书吧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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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个老婆 刚刚那个人谁啊 刚那个没谁啊 怎么叫没谁啊 我看你们聊得挺热乎的 肯定熟 我说你们女人都什么情况 睡一张床上了 还有那么多秘密 我跟你说这样下去 早分手 不是 你别乱说 她呀 就是你姐喜欢的一个人 我姐喜欢的人 什么时候的事 你当我没说行吗 什么叫没说 你必须说 这个事你得一点一滴 从头到尾全告诉我 那么想知道啊 当然 你知道我姐谁啊 我姐是这个家里最疼我的人 而且 你知道的 她已经受过一次伤了 我绝对不会让她再受第二次 是吧 我必须保护我姐 你真想知道啊 当然想知道啊 我告诉你了 你千万别告诉咱妈 不然我肯定人头落地了 放心吧 我跟你说这事 我妈给我再多的钱 我都不说 你说吧 那 我们先吃饭 拿钱拿钱 来来来来 干吗 我今天去无所谓那儿了 是吗 嗯 怎么样 挺好的 她居然给我们打了八折 八折 正义 那不挺好吗 哦 还有呢 她说 你俩不可能了 她不能跟你在一块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不 但是 你赶我看到什么了 什么 她在给我拿资料的时候 我随便翻了翻她的笔记本 里面有你的画像 妈呀 这不帅是什么 可是心扉的无所谓 行了 没事 我走了 别别别 你听我说完嘛 姐 我觉得 要是无所谓再老这样对你的话 你要不考虑考虑礼尚得了 礼尚也不错是吧 你还有话吗 我知道你一点心思啊 你不接受礼尚 无非就是为了无所谓嘛 其实你这种喜欢谁 就跟谁在一块的想法 我特别支持 跟我一模一样 不过 姐 这感情的是吧 是两个人要一块使劲才有用呢 你一个人在这儿瞎使劲 没用 你说有一天你真的需要帮助了 或者说只是需要一个简单的拥抱 能走到你身边的 估计也只有礼尚了 不会属我所谓 说得特别好 你懂得 特别对 那行吧 你赶紧回屋 跟你老公商量一下你们的蜜月行程吧 对 我没事了 我要用厕所你赶紧走吧 那你好好想想 去吧去吧去吧 行吗 想想啊 我问你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姐啊 我姐心里肯定有你啊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找朋友帮忙呢 从今天开始 我帮你照顾彤彤吧 直到你妈出院了 她是为了你才请了年假给你带孩子 结果你妈妈一出院 好吗 你直接玩消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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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姐啊 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您看看这些婚纱 我穿哪个好看 您帮我参谋参谋呗 文娟 要结婚了 怎么没听你说呢 你要结婚了 咋的呀 帅不帅呀 当然帅了 我就喜欢颜值高的 哪天再来让我们看看啊 行啊 结婚的时候可得请我们喝喜酒啊 我们给你凑个大分钱 当然了 又太好了 我也去啊 行 行 行 都去了 都去 到点了 咱们吃饭去吧 吃饭 吃饭 回来等啊 好好 等我一下 我要结婚了 吃饭了 装傻吃饭 恭喜恭喜 先吃饭吧 吃饭了 走 病得不轻啊